好 接下来看看这引发了很多人在讨论 怎么又有麦当劳的分店要熄灯了呢 五月份居然关了五家店 现在连生意很好的戏子南昌店也要收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好 先来看看麦当劳之前已经有三间店要收了 包括了在台中的冯甲店 台中的尊贤店 还有草屯的中正店 三间店都要在五月底结束营业之后搬钱 但没有想到同样是在五月份 现在又多了两家店要收摊 我们先看一下戏子的南昌店 他们宣布说五月二十一号要结束营业 当地人非常的惊讶 店的位置非常的好 就在火车站前面 人潮也络绎不绝 生意好为什么要收呢 台湾麦当劳声明就说了 结束营业是基于整体的商业考量的并没有多说原因 但是只是附近的住户爆料 是因为店家不看楼上的住户一直的检举 所以干脆要换地方来经营 那么此外呢 除了戏子要收这家南昌店之外 在新北市的土城玉明店 也即将在五月二十九号结束营业 所以五月份有五家店要收摊 那么麦当劳在台湾其实有将近四百家店 其中有很多都是三十年老店 但是不少民众呢 把店家当作休息室 还带外食进去吹冷气 之前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跟热议 那么盘点一下 麦当劳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呢 来看一下就出现了关店潮 收了多少呢 去年的时候二月收掉了永和竹林店 五月份关闭了四间门市 有基隆的爱三 中和的联城 台中的新兴店 还有台中的复兴店等等 七月份还关闭了台中的中正店 那么其实麦当劳呢 除了有素食本业之外 他们在经营房地产上面 也非常有一套哦 据说是被汉堡耽误的地产打亨 那么在不动产的投资上面 可以说是独具慧眼 因为很多麦当劳名下的店面都是独动经营的 市值也超过了上百亿 像是在台北的一些黄金店面 黄金地段作用了有四千平以上的店面 由于都是早期买入的 所以现在土地增值已经非常可观了 那么至于麦当劳会选址呢 通常都会有选四大关键 第一个是麦当劳挑选店面会考虑蛋黄区 另外是要选主要道路的三角窗 还有要看看空间也要够哦 因为最好是上百坪或是跨楼层的店 才会够宽广够大 那附近的客层也要注意 要有学生或是外商为主的地方 会比较为主要首选 那么至于对手有几家素食店 也来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肯德基到去年为止呢 全台湾有177家连锁门市 摩斯汉堡也几经在台湾 开了303间门市 而汉堡王的部分在台湾 则是有80间分店 而麦当劳的400间店 还是稳坐冠军 可能来吃点东西啊 然后坐的地方聊天之类的 对啊 这也蛮可惜的 当学回来就不能吃了 就只能回家了 附近民众觉得好可惜 因为又有一家麦当劳要收摊了 这间位在细致火车站旁的分店 开了接近十年 店家在门口贴出公告 宣布5月21号结束营业 消息也经过总公司证实 附近房仲透露 本来店家和房东租约签了15年 但因为麦当劳总公司规定 十年得更新厨房设备 没想到店面空间不够 只好忍痛撤出 先前有听说有人检举 可是他的空污他有在改善 那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厨房设备 空间不够 如果麦当劳一撤租 马上就有人会跟着租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手上 大概有三组客人在洽谈 过去麦当劳曾被形容 是带动商圈发展的大哥店 只要进驻附近店租都会跟着上涨 在不动产投资上也相当有眼光 名下不少大楼店面 或独栋经营处所都有出租 价值至少上百亿元 可能他想要转型成 有一些是做更大型的店 那有一些店面呢 可能是转型成这种外带店 到底那个商圈 每一天的人流有多少的数据 我想这个是大型店面 在考量选店的时候 最在意的一个部分 如今包含细纸南昌店在内 全台麦当劳 五月就收了五家 官店频繁 但靠着长期稳定的租金收入 和土地增值利益 让麦当劳仍然稳坐 台湾素食业电王宝座